Hello,大家好,我是芽芽 随着时间的追移,一年一度吃粽子的节日就要来了 虽然时间在下个月,但是这两天 有一心有人家在提前过节日,提前包粽子吃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 做法比粽子还要简单的 说味道却不比粽子差的美食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些糯米 然后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 然后浸泡4个小时 浸泡好的糯米直接倒入蒸屉中 经过浸泡的糯米吃起来口感会比较的软糯 所以时间充裕的条件下 可以多浸泡一会儿 底部扑平以后盖上盖子 到火转中火蒸15分钟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 我准备的时候我们这边常吃的糯米米 先放在一盘 再来切一段胡萝卜 先给它切成薄片 最后切丁 切好粽子的碗中 切好粽子的碗中 再来切些葱段 两个大蒜 切成蒜末 切好全部粽子的盆中 现在我们开始来切主菜了 这是自己家的腊肉 第一眼看着这个腊肉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肥 但实际上这个肥是肥而不腻的那种 因为它是经过烟熏 然后再经过活漂的 吃起来口感不淡不腻 而且还非常的上瘾哦 吃了一次 肯定会想再吃第二次的 而且这种腊肉就是要这种肥大瘦的 才是精华 再给它切成小细条 实际上这个肉 如果我们不用来做这个的话 就这样煮过一道 然后配着那个蘸水色 哇真的是 说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因为这个味道真的是相当满杂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中间的碗中 锅烧热 然后锅中先不要放油 下入我们切好的腊肉 然后小火慢慢的起点出里面的肥油 起点出油后加入蒜末葱末 爆出香味后给它翻炒均匀 接着加入胡萝卜和玉米叶 继续翻炒 翻炒至变色过后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放少蚝油 然后继续翻炒 最后可以加入一些鸡精 盐就可以不用放了 因为我们腌制腊肉的时候 会放许多的盐 这样烙肉才会放得住 然后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转身来看一下 糯米熟了没有 看已经熟了 把糯米直接咬到锅中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因为糯米它本身就比较粘 所以我选择戴上手套 用手来揉面 这样比较容易弄均匀 就融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取出一点 放到手心 给它捏成紧实的丸子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放到盘子中 按板上少上一些干面粉 我们再给饺子皮加工一下 用擀面杖把边缘 给它薄一些 这样做分辨 待会收口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放在糊口处 取出一个糯米团子 然后轻轻放上去 一边放一边按压 然后糊口一边收拢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放到蒸屉中 全部做好以后 盖上盖子蒸15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这扑边来的香气 刺激到让你直流口水 我们用筷子给它取出来 装入到盘中 这样一盘家庭版 腊肉烧麦就做好了 真的太好吃了 本来平时早餐也比较喜欢吃烧麦 现在自己学会做了 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嘛 而且自己家腊肉做的 真的好香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就关注留言吧 很好吃的哟 喜欢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